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国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苏查。 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 我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宛平,明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俗话说得好,有的人就得受点刺激才能进步。 显然,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由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说白了哪有什么士兵失踪,只不过是万恶的日本人为了挑起我军反抗从而打击欺压的借口。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城门紧闭,贫汉铁路也暂时中断,这时候是共产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在次日立刻通电呼吁保卫平津华北等地,实行全民族抗战。 此刻的南京也不安生,外交部长王总会对日本驻华大使穿越帽提出书名抗议,协议上要求日军撤回原防。 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非但不撤退,还反咬一口说是中国政府排日五日,要求中国政府先道歉。 还大言不惨地说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件,日方和稷查地方就可解决,中国政府没必要过问。 此时的中国政府面临着艰难抉择,到底是再次低头求和,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还是坚守原则,哪怕不惜代价以战争对抗战争。 让人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这次居然硬气起来了。 7月8日,蒋介石在卢山得知卢沟桥事变后,立刻召来宣传部长邵丽子如实报道,一改往日的作风,周围的人纷纷感觉到这次老蒋是要动真格来抗日了。 果不其然,9日上午,蒋介石下令苏联重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苏联重部进入河北就是要公开不再遵守丧权辱国的和美协定。 他已经窝囊太久了,这次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了。 12日下午,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的中国军队都接到了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龙海铁路和平汉铁路集结。 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金土铁路的防守,必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火速北上。 一向骄纵的日本这下是彻底摸不着息了,原以为只要像往日一样强硬便可以让中国屈服, 甚至早早就向他们的御人天皇夸下海口说一个月解决,没想到中国却来了个大拐弯,彻底拐傻了他们。 国民政府也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前往江西庐山召开谈话会。 然而战端已经烧到了北平的鲁沟桥,那么我们五百年的古都北平就未成为昔日的沈阳, 只过北平成为昨天的沈阳,那么我们的南京也就不能成为今天的北平。 7月17日,保奖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郑重表示,若今日的北平变成昔日的沈阳, 那今日的记察亦会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随之一刻变为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关系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解决,现在就是最后关头了。 随后蒋介石又宣示了中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记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 三、中央左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住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保奖的一番谈话惊呆了在场的绝大数人。 此刻的蒋介石心静成名,不仅表达了民族的意志, 还宣示了不再臣服于日方压力的决心,不卑不亢, 和当年和美协定那会儿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 8月初,最高国防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四川的刘湘、广西的白重喜、云南的龙云都赶来南京参会, 放下了昔日恩怨,共商抗战大计。 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表示, 现在的日本是铁了心的不会罢休,中国必须站起来迎战。 刘湘表示,四川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 愿意出兵百万为国效命。 会议最后以是否起立的形式表示是否抗战, 参会者一致起立,此刻所有人摒弃前嫌, 决心抗战。 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 叶剑英乘飞机从西安赶到南京, 特意贡献了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心得。 8月13日,日军故意制造事端,率先在上海燃起战火, 中国政府也立刻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 何应钦和白重喜分别出认证。 陆参谋总长,上海战事爆发后, 蒋介石急需红军前往华北增援, 国共谈判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随后,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陆老总和彭老总担任正副总指挥, 夏侠是林彪率领的第115师, 贺龙率领的第120师, 刘伯承领的第129师, 三个师共约4.6万人。 1937年8月, 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全面爆发的形势 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 会议上毛主席、 周恩来和朱德讨论红军作战的战略和行动方针, 与国民党的关系, 以及如何组织人民全面抗战等问题。 8月15日, 全国总动员开始, 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地方领导赶回 各自省组织动员军队奔赴华北和华东抗战前线。 日本纪委内阁见中国展开反抗攻势, 索性彻底放弃了什么不扩大方针, 组建上海派遣军, 任命松景时更为司令官, 率领着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开往上海, 把战争区彻底扩大到整个中国。 既然装不下去了, 那就不宣而战。 云南地区率先开往抗日战线, 随后是广西省等地, 前线的司令官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军队, 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 甚至有一位长官赞叹, 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 就像在举办一场大型的世界武器博览会。 困难也随之而来, 四个不统一也是即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分别是各地军饷不统一, 训练不统一, 新兵补充不统一, 编制不统一。 要想让这样的杂会, 军队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密切配合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不现实, 难度也太大, 尽管不利因素多如牛毛, 但是中国的领袖还是决定抵抗, 面对日本旷日持久的侵略, 中国人民决心用铁血决议死战。 回到开头, 相信很多人都会疑惑, 一向闭口不言的蒋介石为何这次挺起腰板决心抗日了呢? 其实与刚刚提到的日本不扩大方针有极大的关系。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军方提出了不扩大决定, 听上去是要合计解决事情的模样, 其实不然, 所谓的不扩大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 而不是控制冲突的升级。 日本想威胁中国, 强威镇压掌握华北资源, 金卫文米本来判断只要日本继续往日强硬姿态, 中国就会乖乖听话, 短期内也可解决, 不会扩大成全面战争。 没想到却翻了船, 老蒋其实一开始还是追求和平解决的, 但是日本的增兵之举显然是没把蒋介石的话当回事。 所以老蒋也开始强硬起来, 既然日本想强硬地压迫蒋屈服, 那蒋介石就更加强硬地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 互不退让。 后来日本大军压境, 蒋介石直接判断日人以大举侵华, 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 全面武装抵抗是唯一选择, 局部解决毫无可能。 后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人们发现了这么一段话, 平津即现, 人民荼毒至此, 虽欲不战, 亦不可得, 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 与其国内分崩, 不如烫窝作战。 虽然总感觉蒋介石还是有点被逼无奈的意思, 但是他的这次主动反击, 愿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 也算是进步不少了。